接下來我們來看民國70年這一題聯考題 他說有一個光束 以θ的入射角射到一個透明立方體的水平表面AB 如果θ是30度的時候 這個光束在垂直表面AC 剛好能夠發生全反射 則這個立方透明體的摺射率N到底是多少 來你先看懂題目的意思 現在以30度角入射在這裡發生摺射 按照題目的要求 他希望能夠在AC的表面發生全反射 可是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解題的時候至少找臨界狀況 我們列的是恰全反射 所以這個光線必須要讓它這樣摺射 好在這裡發生第一次摺射 那光線摺射到這裡以後 我們在這裡讓它發生恰全反射 恰全反射的時候 這光線剛好沿著界面前進 那現在入射角30度知道 這個摺射角我假設它叫α 那這跟我們剛剛前面摺射看過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要列兩個思耐的定律 所以我們先來列第一次摺射的思耐的定律 叫做1乘上sinθ 就等於N乘上sinα 各位外面這個介值空氣 1乘上sinθ 等於N乘上sinα 我們得到第一個思耐的定律 接下來第二次摺射 那我們要列第二個思耐的定律 就是N乘上sin90度減掉α 等於這個外面的介值摺射率是1 這個摺射角幾度呢 各位摺射角是90度 所以第二次的摺射 叫做N乘上sin90度減掉α 等於1乘以sin90度 那當然這裡面要考大家一點點 這個三角因素公式的轉換 這個sin90度減掉α 會等於多少呢 各位這sin90度減α 叫做cosα 那我把這兩個式子左右對調一下 1乘以sin90度 sin90度就1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對調 這個1寫過來 這裡N cosα 所以我寫成1sinθ 好等於Nsinα 這裡1等於N cosα 各位題目裡面並沒有出現α這個角度 α是我們自己假設的 所以我們現在想辦法把這個α消掉 各位那怎麼把α對消呢 那又要考大家怎麼樣 又要考大家三角因素了 反射我們似乎沒有用到 那麼多的這個三角因素 可是折射用到很多三角因素 因為斯耐爾定律裡面本身就有怎麼樣 就有三角因素了 各位那怎麼消呢 很簡單 這裡是不是有個sinα 這裡是不是有個cosα 那怎麼消 我們前面呢 其實有先這個預備熱身過一次 你利用sin平方α加cos平方α等於1嘛 所以兩次都把它平方相加 各位這裡N平方sin平方α N平方cos平方α 所以這個消掉就變N平方 這裡變sin平方再加1 所以N平方等於sin平方加1 N就等於根號 sin平方θ加1 各位你看得懂嗎很簡單 N平方 這兩邊相加N平方 是不是等於sin平方θ加1 sin平方θ加1 所以N就等於開根號 你把這個sinθ的θ30度帶進去 sin30度是1分之1 1分之1的平方 1分之1 1分之1加1等於4分之5 所以這個折射率 我們算出來就是4分之5 那這個題目相對來講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複雜 這也是屬於基本題的一個延伸 那我說這個做範例的目的是要加強這個解題的概念 那從這個題目呢 你會發現這個關鍵還是在什麼 這個我們前面講的一次折射列一個4難的定律 兩次折射就要列兩個4難的定律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那三次折射呢 當然就列三個4難的定律啊 對不對 配合一點點 如果遇到正方形介指的解題技巧 就是用這個魚角公式轉換 再利用平方核的公式呢 把這個α把它消掉 這樣我們就會算出怎麼樣 算出最後的答案 所以我希望一樣 等一下呢 你在講以上 遮著呢 你自己畫一次圖 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 那一定要自己做過 這樣才能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